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克罗地亚将在莫斯科卢日尼基体育场与英格兰队争夺最后一个进入决赛的名额 此前的淘汰赛 克罗地亚连续两场敖战到点球大战 晋级之路坎坷无比 这也是他们时隔20年后再次进入四强 此意他们期待超越前辈 创造新的历史 而英格兰队在四分之一决赛中2比0轻取瑞典队 在体力方面 他们占优着一定的优势 三师军团上一次闯入半决赛 还是在28年前的意大利世界杯 他们上次进入决赛 则是在1966年本土举行的世界杯 当时他们拿到了队是唯一一个个世界杯冠军 这是两队在世界杯上的首次碰面 不过在欧洲赛场上 克罗地亚和英格兰曾多次交锋 令人记忆犹新人士在2007年11月的欧运赛中 英格兰主场2比3不敌克罗地亚 导致球队无援 2008欧洲杯 两年后 英格兰在2010年世界杯预选赛上完成了复仇 三师军团在主场5比1大胜克罗地亚 让格兹军团最终无援南非世界杯 本场比赛 这一对老冤家的对决 势必将火花刺剑 本届杯赛 由莫德里奇和拉基地奇领先的克罗地亚中场 展现出了极强的控制力 他们更擅长控制比赛节奏 而英格兰则在机会把握能力上有着独到之处 定位球是他们得分制胜的一大法宝 这无疑也是他们面对克罗地亚的制胜武器 本场将是克罗地亚中场双合与最强风险哈里凯恩之间的直接对话 此外也是两位发挥出色的门神 苏巴西奇和皮克福德之间的较量 他们的发挥一定程度上将左右球队的走向 本场比赛 央视评论员刘家远和解说嘉宾徐扬带来现场评述 这对黄金搭档陪伴观众从欧洲杯来到了世界杯 本届世界杯他们合作了包括揭幕站在内的六场比赛 从2012年欧洲杯的初出茅庐 嘉远已经成长为央视足球解说的中流砥柱 他的解说激情四射 同时又口吐珠基 而徐执导作为多年的解说嘉宾 凭借丰富的球员履历和对足球的见解 他的解说深受观众的喜爱 揭幕站的进球盛宴 让嘉远感叹凡事过去 皆为序章 对于各支球队纷纷的出局 嘉远更是有感而发 成年人的世界 他就没有容易这两个字 哪有什么多无心插流 都是努力过后的水到渠成 而嘉远也表达了自己关于VAR技术的使用 不能把主裁判当成物业 把所有的事都交给视频裁判 更多世界杯精彩瞬间 关注CCTV5客户端世界杯足迹 与俄罗斯世界杯零距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